在今年 已經先後發生過多宗 因為沒有適當地處理初生嬰兒 而引致死亡的案件 由嬰兒被人棄置於山邊 垃圾桶又或者洗手間 有些甚至乎在污水渠裡發現 而涉案人士裡面 大部分都是身為母親的未婚少女 又或者是BB的爸爸 不如我們一起看看以下的個案 你自此也是這樣的 什麼安全措施都不做 忘記買嘛 下次買整袋新衣服在你家裡 你想死啊? 我爸爸找到我怎麼辦? 唉 說笑而已 你不會生我的 阿杰啊 如果有了怎麼辦? 怎麼會這麼可愛呢? 如果是 結婚吧 吃教你嗎? 老爸就回來了 快出去找書吧 你找不到的 你想死嗎? 我懷孕了 我懷孕了 你現在上來吧 你有沒有看錯的? 我懷孕了 你現在要怎麼做? 怎麼做? 怎麼辦? 我們結婚了 結婚? 我們書都沒讀完 爸爸一定罵死我了 別讓他知道 什麼人都沒說 我聽人說 一開始很容易沒有 我們知道會沒有了 真的 電視劇也是這樣做 你沒看過他嗎 如果他不走呢 不會的 我們先看看吧 或許會沒有 爸爸回來了 站起來吧 世伯 貴仔,坐吧 吃完飯,我先走了 不用了,我走了 不用怕,沒事的 我走了,再見 對於兩個還在讀書的少男少女來說 突然發現有了寶寶 確實是很難接受和面對的 不過懷孕已經是事實 始終都是需要去處理的 到底可以怎樣做 又應該找些什麼人去幫忙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需要很冷靜 以及很積極地面對這個難關 很小心和很善心地想想 這個小生命的將來 而我們的社工 包括了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 醫務社工 以及學校社工 都可以幫他們提出一些 專業的協助和支援 一些情緒的輔導 就著他將來做人媽媽 他可能面對一個角色的轉變 和生活上的轉變 和他去進行一個諮詢 也會提供一些實質的支援 譬如他一個住屋 經濟上的需要 甚至健康上的需要 我們都會為他作出一些轉介 如果經過多番的考慮之後 當時人仍然想放棄照顧這個小朋友 我們也會協助他轉介領養服務 在香港除了政府之外 還有很多社會的服務機構 是很樂意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服務的 陳姑娘 我知道你們中心 特地設立了一條熱線 沒錯 其實我們未婚華人服務 其實有一條熱線電話 可以讓有需要的人士向我們求助 即時為他提供情緒的支援 我們當然很希望當事人 或者他們身邊的家人 可以來到我們的機構 讓我們的同事了解他的個案背景 商討他的嬰兒計劃 很多時候 懷孕的女生和他們的男朋友 都是很擔心給父母知道真相 而刻意隱瞞 爸爸媽媽 當他們知道這件事的時候 可能有不同的情緒反應 但最終 其實在經驗裏面 他們真的非常願意 陪同自己的小朋友 面對未婚懷孕這條路 讓他們成為他這件事上 一個很大的支持者 面對意外懷孕 都有不同的選擇 他可以考慮 當中包括自己照顧的小朋友 一個領養的服務 和一個終止還人手術 有些當事人 其實很想給生命的小朋友 但基於不同的情況 或者環境 他覺得未必擔當這個責任 一生一世的時候 他們可以考慮一個領養的服務 即是透過法律的途徑 放棄撫養權 讓領養家庭去領養他們的小朋友 如果你說當事人 在還人過程中 有一個住宿上的需要 其實我們都有一個宿舍的服務 可以為他提供 在香港 墮胎的手術 是受法賴所監管的 而且需要兩位註冊的醫生 經過診斷之後 覺得有需要 才可以在指定的醫院 又或者是加計會手術室進行 究竟醫生會經過什麼的考慮 而決定要進行這種手術 有些醫生跟我們做婦女做一個評估 如果我們知道懷疑的情況的話 會有令到婦女的身體 或者心理造成嚴重的傷害 如果我們覺得這個胎兒 會有嚴重的缺陷的話 醫生就會建議為婦女 做一個終止懷疑手術 而香港法例的話 24週之前 都可以合法進行這個手術 但是我們做一個醫生 希望這件事越安全越好 所以一般都會讓婦女 最好在三個月之前 解決這個問題去 如果婦女擔心自己有意外懷孕 我會建議婦女 在七十二小時之內 去到家庭計劃指導會 或者去到註冊室醫道 我們可以用一個比較簡單的藥物 而我們可以解決到大部分的問題 其實未婚懷孕 並不是世界末日 而且還有很多不同的途徑 可以去解決問題 到底片日裡面的那名少女 和她男朋友 最終做了什麼決定呢 不如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幾個月了 還沒來 怎麼辦 再等一下 我怕懷孕會門門逃 鬥順也要窮層 給我老爸爸知道 打死誰 Riv了 要不就下車了 去哪兒下賺價 你等我上網找一下資料 可能有辦法 我聽人說 下車的地方很恐怖 過程很危險 我們找一間好些醫院 會不會有很多錢 那些之後再算了 我們走吧 沒事的之後再算了 好嗎 阿欣 怎麼樣?查到沒有? 我上網看到 原來墮胎要醫生簽名同意才行 那在哪裡找個醫生簽名才行 不如找人幫忙 幫忙?不要啊 不要讓那麼多人知道 那不是怎麼樣 阿欣? 我不說了 你為什麼一個人在這裡不上樓? 我剛剛買東西見過而已 買東西? 阿欣,是不是有事? 沒有,沒事 你有事不怕跟爸爸說 好啊 行了…回家了 當然要跟阿欣耍花槍 年輕人就是這樣 都不明白為什麼還要隱瞞 究竟阿欣最後會不會找人幫忙 阿欣,我想除了你 各位觀眾也很想知道 我們下一節回來馬上看看 好啊 跟這個一樣 改了之後不錯 柳叔叔 阿欣 我說不見你一段時間 長大了,嘴巴又漂亮了 謝謝 說實話,你女兒 你以前肥了這麼多 別玩了,你 我女兒來的 肥了漂亮了 健康點有什麼問題啊 喂… 你別亂想 我女兒 跟你女兒同年 現在十七歲了 自己緊張點 一個不小心 大吉利少你 我女兒不知幾聽話 有守規矩 來,拍拖 第一時間通知我的 又不出夜街的 沒事發生的 我只是提醒你 好,行了 行了,行了,明白了 喂,幾點鐘 哇,差不多這麼鐘 我吃飯了 好啊 喂,欣啊 我跟阿朗叔叔去吃飯 你來不來啊 我不去了 我自己煮東西吃得了 哦,那好吧 我們走吧 我好害怕啊 你快點想想辦法 行了,行了 我也想盡快解決假 每次你都是這樣說 這句話我已經聽了幾個月了 現在那個B天天天在踢 都不知道是不是生了 沒事的 你這個肚子也不太覺得 都不像電視機的大肚子 好嗎 不要緊,再等一會 要不,我一想到辦法 我馬上回答給你了 好嗎 再見 再見 我好害怕啊 其實由懷孕去做BB出生 是有一段幾長的時間的 片段裡面的阿欣和她的男朋友 沒有好好地去面對問題 一直在拖延 最終令她要在家裡生BB 其實這樣做是很危險的 沒錯 片段的主人翁 她沒有做產前檢查 如果有任何產前併發症,我們會不知道 在香港的家居環境不適宜家中分娩 因為既不衛生,又不安全 也沒有專業人士在場協助 所以對孕婦、對胎兒都造成相當危險 什麼? 成功,怎麼辦? 怎麼辦? 你沒事吧? 我問你怎麼辦? 我問你怎麼辦? 報警啊,不要… 我們拿去醫院扔掉吧,好嗎? 我是醫院 快點 怎麼拿酒? 拿毛巾包住 毛巾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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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靠近,靠近 你…你聽我說 我現在先拿去醫院扔後 我先拿去醫院扔後 你換那些醫院扔後 我先拿去醫院扔後 幫你扔後 幫你扔後 好嗎? 沒有發現 死…死了嗎? 好嗎? 由於一連串錯誤的決定 最終是令悲劇發生的 大家會不會覺得 那名寶寶其實很無辜呢? 未婚懷孕實在是一個很大的難關 但是只要能夠積極地面對 以及努力地去尋求一個解決方法 是會有出路的 當事人的朋友和家人 如果看到這樣的情況 都希望他們能夠 主動地提出協助和支援 在任何情況之下 當事人千萬不要因為一時想不通 去做出一些傷害自己 或者傷害BB的行為 因為這樣 帶來的傷痛和悔咎 是非常沉重的 辦法總比困難多 如果有需要 記得去找你的家人、朋友 和社工商量這件事 或者打電話去我們相關的熱線 借這個機會 想在這裡呼籲大家 其實任何人 包括BB的爸爸媽媽 如果意圖隱瞞嬰兒的出生 並且處理她的屍體 已經是干犯了隱瞞嬰兒出生罪 日經定罪是可以判處監禁兩年的 如果案情是更加嚴重 蓄意殺害嬰兒的話 更加可能被控以謀殺罪 日經定罪 最高的刑罰是可以判處終身監禁的 除此之外 亦都想提醒大家 根據香港法例 任何男子 同一名年齡在16歲以下的女童 非法性交 是觸犯法例 日經定罪 最高的刑罰是可以判處監禁五年 如果同一名年齡在13歲以下的女童 非法性交 更加可以被判處終身監禁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以身事發